发生在银村县的网约车案 已经过去了五十五个小时 车主赵某至今依然没有下落 现在我们能做的 也只是祈祷李佳佳女士 能够平安地回到 他家人身边 你好 真有事 不跟你开玩笑呢 太难了 银村 公号2047 有一个女性乘客 通过你们的平台约了一辆车 所以我希望你能向我们提供 他锁成车辆的相关信息 在宠宠公司机关的流程 难道非要等到出人命 你们才满意吗 一旦暗沉天不出去 不仅会妨碍调查 甚至还有可能造成凶宠抗议 好 速度 我们在奋进心思调查 你老婆的命案 你还有没有任性呢 如果那情侣上 没逼着我取消定案 死的人会救我